第三排第1个 我敲 是80分乌伯伯卡片 该你了吧 第1排第4个 我敲 是奥特曼爸爸卡片 天呐 奥特曼爸爸的卡片可是100分 不行 我的敲出够厉害的 第2排第3个 成500分 怎么是60分的牛角怪 真是没有 要改我了 属于自敲哪个呢 第2排的第1个吧 竟然是20分的大宝 别得意 看你能敲出来什么 嘿嘿 第三排第4个 是我自己的卡片 什么 黑暗魔王敲出了自己的卡片 自己的卡片 可是最高分200分 怎么样 白雪 当下的卡片决战 我赢定了 我也要敲出自己的卡片 第1排第1个 出来吧 不是我自己的卡片 我是80分的奔儿卡片 还可以 现在 我们都有三张卡片了 我的 是200分的黑暗魔王卡片 80分的乌扑扑卡片 还有60分的牛角怪卡片 我的每张卡片 都比白雪你的高 我赢定了 我们快开始决斗吧 黑暗魔王 就算你比我的高 你也不一定能赢啊 小伙伴们 快发送一一 为我加油吧 发送二二 为我加油 哼 我的卡片分数这么高 快为我加油 我们一起赢 童话王国卡片决斗 现在开始 白雪黑暗魔王 请派出 你们的第一张 出战卡片 第一轮 我要派出 分数最低的牛角怪上场 我不能派最低的上场 不然 第一局我一定会输的 100分和80分 看哪个好呢 就派80分的贝儿上场 我们先好了 好 第一轮 卡片决斗 开始 赢了我赢了 恭喜白雪 80分的贝儿卡片获胜 接下来请派出第二张出战卡片 可恶可恶 三局两胜 第二轮我一定得赢 我要出两百分的黑暗魔王卡片 王康 我选稿了 三局两胜 如果第二轮我赢了 那黑暗魔王就会输 可是 黑暗魔王第二轮出的是多少分的卡片啊 原来是两百分卡片啊 但我出什么都得输 嘿嘿 既然他最高分的卡片 打掉我最低分数的卡片吧 这样还是我赢 王康阿姨 我也是好卡片了 卡片呗 出来吧 第二轮卡片决斗 黑暗魔王赢 耶 我赢了 黑暗魔王 别忘了 还有一群呢 请派出 各自的第三张卡片 20分的乌婆婆卡片 出来吧 一百分奥特曼爸爸 比赢 第三轮 白雪的一百分奥特曼爸爸获胜 三局两胜 所以 我宣布 这次的卡片决斗 白雪获胜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我的三张卡片分数 明明都比白雪高 我怎么会输呢 这是因为 白雪安排得好 先用中间分数的卡片 打掉你最低的分数 再用最低分数的卡片 消掉你最高分数 最后 只留下最高的分数卡片 这才赢了比赛 嘿嘿 没错 就是这样 只要多多动脑 就能找到赢的办法 伙伴们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嗯 2 3 3 4 4 5 6 7 8 9 8 8 9 9